通風型的 我們上回去過大湖的一個農友 他們跟我講過 我們四季都是可以修枝的 只要我們通風都可以 但是我們只要茂密的話 隨時都可以修枝 我們修枝的話 我們產生的就是 一個是膩的 往我們樹面 我們這隻樹 往內側的 一定要是把它修掉 內側的 枝 往內的 然後呢 第二的是往挺的 往挺的 往直線面的 跟大家報告 往直線面的話有沒有 就是我們風來的 它的一個濁果性一定最差的 即使風一直咬 它的濁果一定不會濁果 然後呢 太下面的 我們不可能浮無前進進去裡面採滾 太下面的 太下面的 然後裡面假如太茂密的 也要把它梳開 就像這一棵來講的話有沒有 以我們這一棵來講 我們通常 應該 比較不會去把它修枝 但是 有一個原則之下 裡面有乾枝 有乾掉的 枯萎的 對 枯萎的 我們要把它弄掉 它自己不會掉 但是呢 你要了解 只要等到它開花 結果 等到它成果之後 有風在搖曳的時候 成果的東西 它會去碰觸 碰觸的時候咧 造成我們果皮上 會有損壞 即使說 我們用 我們用友善經營的情況 它果皮 還是會做到二次傷害 還會做到二次傷害 我看這一棵哪邊需要 來做一個修枝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也上過修枝的課 李先生的果園 算是修得蠻不錯的 就是我有去到一些農友的果園 一看就是 這個也要修 這個也要修 不過我到它的果園看了之後 就 我要找一陣子 才會知道哪一個要修 所以它的修枝管理是不錯的 然後你看 我們這裡有沒有 你看 這一棵是被破壞掉的 被破壞掉了 我們就把它修掉 因為這一棵本身都已經壞掉了 我們就把它修掉 因為它已經折斷掉了 它已經 後段已經毫無可能性了 在這裡它已經毫無可能性了 對不對 毫無可能性了 對不對 好 它這邊這一棵也是一樣 對不對 那你沒去這棵 蛤?不用 不用嗎? 因為我們這邊已經夾到了 我們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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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這邊末段已經有了 這邊已經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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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已經沒有了 還有這一隻也可以把它弄出來 這一隻 它看得出來為什麼那一隻 這一隻是往上的 哦 這一隻是往上的 這一個在農業的 所謂果樹的修製上面 這一種叫補長枝 就是它從一個樹幹的背面長起來 然後是長很直的 像這樣子的枝條 它會吸收非常多的水分跟養分 但是它反而不會結果 對 它會搶養分 但是它反而不會結果 它脫光性就比較不好 你們在我的果園裡面有沒有 已經開始已經做一個矮化的動作 果園一直要一直矮化一直矮化有沒有 不然我們在爬的時候有沒有 爬速的時間點有沒有 會一直太多 所以像那一隻可能 如果是依照剛剛的標準是不用的 但是李先生他現在為了怕說 以後越長越高 他人家會很難採 所以他會試著 試著把那個果樹矮化 不用把它 不用哦 因為一棵樹有沒有 我們通常在 在修枝的話有沒有 不用把它修太多 因為你修太多的話有沒有 會造成說這一棵樹 我們往後年的話有沒有 它的一個成果會比較低 然後勒 撿完之後 我們要看看我們周圍 是否有小花曼澤蘭 它是樹的殺手 樹的殺手 它會彈到我們的樹頭 樹深 像這一棵樹旁邊就蠻多的 蛤 在哪裡啊 在哪裡啊 在哪裡 這就是 這個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 那個就是小花曼澤蘭 對 有沒有 有沒有 連頭都把它拔起來 連頭還是連根 連頭 有沒有 頭只有這麼一點點嗎 你留一點根在裡頭 根下來啊 但是就是它的這個生長點 這裡一定要拔起來 對 最好的方式是給它刮在樹上曬乾 對 你看 就讓它不要接觸到土 不然你接觸到土 下一場雨 它的根又長下去了 我們還要尋找 有沒有 還要尋找 是拔完還是可以丟在這邊 只要它不要接觸到土 對 就是讓它曬乾 曬乾了之後它就變成是有機質 對 對 就對土壤 就回歸到土壤 那你如果讓根接觸到水 接觸到土壤 它就會再扎根下去 它就會繼續活了 對 這個很可怕 這種 這種藤蔓式的東西 齁 太可怕了 會讓你齁 防不勝防 你只要一個禮拜 或兩個禮拜 沒有上來的話 有沒有 會讓你有沒有 措所不及啊 會讓你嚇死掉 忍心 會讓你嚇死掉 會讓你嚇死掉 會死到 流眼淚流到沒眼淚 哈哈哈哈 疼慢的 欸 李先生你要不要找幾個樹枝 可以讓它們試試看 然後我這裡有準備了那個手套 好 我這裡有準備了手套跟鋸子 好 好 那這套手套要戴哪一隻嗎 哪一隻 對 我是預計這一根不要啦 沒錯 沒錯 拿工具的那隻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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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預計這一個不要 這一個 因為這一個 因為這一個已經太高了 沒有 它有沒有 它們在長的時候 有沒有 你看我們在搖椅的時候 有沒有 它上面有沒有 它所存在的 蔬果 沒有辦法經不起搖晃 但是我想保留這一個 好 看這一個 嗯 好 好 來 好來 這一個 手具啊 手具這裡有一個橘色的有沒有 我那邊有新的喔 我那個 壓住之後它會彈出來 我裡面喔 我昨天有準備幾顆新的 不是 我們的鋸子也滿新的 是嗎 我這是全新的 好 你贏了 你贏了 每個人都試試看吧 大家可以試試看真的 可是我們把人家亂 第一次來跟人家 你不會去的時候 就請他 請他 就近指導你 就請他 就近指導你 對啊 嚇死了 我就想 都試試看 基本上你們的破壞力不會大到 沒關係啦 多鋸幾個 多鋸幾個 太高的其實就需要像用那個 量不一定齁 不一定像你們所想像的時候會剪掉 不一定像你們想像 反而會比較好 對 反而會想像 反而量它可能會增加 我會把這個剪掉喔 喔 那個蠻粗的囉 對 太高 啊 還好 沒有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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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要一動手 他就停不下來了 哈哈哈哈 他自己去比 叫你去快多 對對 農夫是這樣沒做 叫你叫你很麻煩 像看到好像是敵人 對不對 快滅殺掉 這樣 你算這邊 他自己做比較快 這邊比較低 找一下 讓大家可以試一下 這一個 上面那一個 有沒有人要試試看 上面那一隻 戴一下手套 戴一下手套 為了 為了你們的安心 這隻 這隻 你有玩過嗎 沒有 這隻 它是遠遠的 這可以切的 這個要從這裡切 這裡 所以這整隻都要去這樣 對啊 這邊有沒有 這裡 他們通常的話 沒有 這一個 它可能會運流 他們通常都從這邊切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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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本來以為 只要削到上面就好了 沒有 這裡有沒有 營養成分就被吸收掉了 所以 弄到上面也沒有用 然後呢 你要了解說 它有這個 它腳有這個 因為你留下了多的傷口的話 可以增加果索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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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一個也比較 還OK 這個都還OK 像這一個也不行 這一個 有沒有 這個是往上掌 都不要 還有一個那個 尾巴有一個 尾巴有一個尾巴 會比較好 小心 不要頭 不要往上看 對 對 這樣就OK 看到我們 這個有乾的 有沒有 這邊 這個有乾的 我們就要把它弄掉 不過它這邊需要修的其實都很高的 因為具實有沒有 它們有長果實出來的話 它們也會碰樹到 它們碰樹到的話 它們也是受傷 會刺受傷 可是其實又有體驗很大顆 所以其實像 這樣子這麼小的雞 它也不會結果嗎 它至少會結在 這個時候 它們會結這種 這樣子 啊 但是它像 這樣有長過的有沒有 它這個它不會結果 它會換這一個結果 它只會換這一個結果 噢噢 長過了它絕對不會結果 那怎麼知道它有沒有長過 這個有結果了 噢噢噢噢 那是不是就要把它切掉 不用 它自己會 它自己會掉 噢噢 它自己會乾掉 所以說 柚子它比較方便說 它可以 它不用留這個地 噢噢 它只有 所有的東西 它只有這個 溫彈肉 不用留地 那你看 柑橘類的 柑橘類的通常 它留地頭 它自放性的時間 會比較久 噢 還有 爸爸幼也是 噢 紅幼也是 帝王幼也是 它因為它們 像比較大型的幼科 我們你要看 它們幼科的話 通常是屁股朝上 它們再放的時間 它會更久 噢 會更久 你們稍微 你們在買賣的時候 人家茶條 比較會跟你講 一些 小撇步的話 才可以這樣子 啊有的通常有沒有 它會從 地頭那邊裂掉 我們的話 有的也會從屁股裂掉 通常那個都是刺激餅 或者是可以現摘現吃 這樣子 啊因為從地頭裂掉的話 通常都是我們雨水 會從那邊跑進去 那就可以我們可以 通常都可以做溢肥 做堆肥 嗯 然後或者是說 第三類似的就是 我們直接把它丟去掉 這樣子 大概下午就會掉 通常我的園區裡面 要做修枝的時間 可能比較節省 因為我去年的 大刀破補之下 也修了很多 哦 跟我老婆每個禮拜都上三個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 只要休息時間 就上三 上三這樣子 這個都是砍掉過的痕跡 因為你要了解 這一隻出來的話 我們不能過路 嗯 我們沒辦法過路 所以說 那這樣砍砍砍 它會影響它的產量嗎 會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這一條 就是我們要過的行進制度 怎麼樣 還沒 怎麼樣 怎麼樣 哦 老二 說 他們要吃飯了啦 要吃飯沒關係啦 待會兒要很多事情要做 對啊 那其實像這一隻 這一隻也是往上 所以這一隻也要 哪一隻 這一隻 這一隻哦 還沒有關係 還沒有 還沒有 有時候齁 有時候 再跟你們大家講一句 比較實際的 因為有時候 我們樹蔭下有沒有 有時候還要保護這個樹皮 樹幹 因為你太過於裸空的話有沒有 會造成我們裡面 你要了解 你看啊 10點 11點 12點 1點 2點 通常這四個小時之中 太陽是最順旺的 然後咧 這個東西裸露的時候咧 你人站在中間會受得了嗎 何況說是一棵樹 一棵樹在承受四個小時的 強烈的曝曬之下 它受得了嗎 它樹底會爆掉 所以還是要有樹蔭 對 樹蔭的 樹蔭微微的這樣遮來 遮去的情況之下有沒有 它的效應會存在 那有時候我們這邊有沒有 可能會有一隻會跑出來 我們不會把它拆掉 所以說咧 整株蔬果 它的用意會很 那個學問會很大 對阿 像我一定要 要拆掉 有什麼需要拆掉 對對對 有的 就是我們剛剛跟你所據述的 就是說 第一個要件 就是乾枝 乾掉的 因為我們通常你看 像我們不會的 你看阿 我們不會的 就是一直乾的 有沒有 我們一見到 紀大力就拆掉 很簡單 紀大力就拆掉 有沒有 這樣子有沒有 他們在做的 他們你們選擇性 一定會有一定的工作存在 紀大力就做 紀大力就做 你就是選擇 就是整株蔬果的第一個要件 然後咧 紀元你要問 你要看什麼 會做 你沒有 這樣子你們在做 第一個 果園修織的 一定會有工作做 不會問到說 阿這大火光要破 我告訴你 你問的話 你就問到第二個問題 就問到重複的問題 對不對 因為我在公司 有這個管理者 你現在有聚成功 有時候這樣也是不用 比較低的話 我們就通常 對 我們比較低的話 我們就通手 通手不折掉 對 我只能用左手 對 這樣子 李大哥像這個 會不會一次說 要往上倒 不會 那一個樹的話 剛剛老師 跟那個人直接導講 我們這個可以遮樹蔭 遮樹皮 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保護這個樹幹 因為這樣太陽照下來的話 可以把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還可以承受 它的陽樹 不能說 完完全全的 把它遮掉之後 你看 這裡 完完全全的 從十二點 布塞到五點 你站在這裡 你可能就花了 對 對 可是說 我們 你要看說 這個樹的一個透光性 有五萬 然後呢 看到 剛剛就跟他們講過了 說 看到乾的 你就把它勾掉 這種毛的 好 像這樣 你們都幾年了 這個好像三十幾年 這個也算老長了 對 這真的很粗 看不出 這些可以是 這隻來 我們也可以買嗎 蛤 這隻來 我們也可以買嗎 等一下 我們就現場 可以定嗎 可以啊 可以啊 直接搬走 可以啊 直接搬走了 還有剩 然後硬的 用抹天鱗的那種 你說溫蛋喔 對 溫蛋沒有的 大白柚 剛剛吃的油熱就好 好